俄罗斯媒体近日多次强调,其在叙利亚拉塔基亚首的赫美米母空军基地安全问题,该基地防范和拦截无人机空袭已经成为日常科目。 这些从伊德里布省西南部吉斯尔舒古尔和戈哈布平原起飞的恐怖武装无人机,都携带致命的炸药,并对俄空军基地的人员,选择构成极大的威胁。 恐怖武装唯一得手的一次无人机攻击曾给俄空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一名俄军地勤阵争亡还有多架战机不同程度受损,军事专家者,随着叙利亚境内的局势出现战略性胜利, 俄罗斯现在有必要把在世军事基地的安全利益提到战略层年考虑了,伊德里布的恐怕武装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威胁,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将会成为长期的安全隐患。 这无论是在俄罗斯的地中海战略,还是在中东战略规划中,都是不容许出现的Bug。 由于伊德里布的是特殊性,俄罗斯现在需要说服土耳其,把伊德里布南部甚至全部变成是利亚政府军控制区,续军升值俄罗斯的担忧。 而且这种担忧,也符合续军发起北部战役条件需要。 最新战报显示,大约12万左右的旭军已经在从东部,南部和西南部三个方向,完成对伊德里布神控派武装控制区的合围。 16日,旭军在戴尔祖尔的第五军团,正在下伊德里布增援,而在苏维达沙漠萨发火山为奖IS残废的第一和第四十多个主力作战单位,也很快会加入伊德里布战线。 分析称,旭军当前在伊德里布三个方向部署的力量,至少比刚刚结束的德拉战场,学武研行动规模多2到3万人。 从本月11日开始,俄罗斯注视空军战机和旭军炮兵启动了对伊德里布的全面轰炸,几乎所有恐怕武装的重要军事目标都成为了打击目标。 空军和炮兵的上述打击行动,目的是要先阻断瓦解HTS的综合后勤不计体系,削弱HTS的伊德里布南部加比平原的反击能力。 土耳其此前公开声称要与俄罗斯在伊德里布连湖打击恐怖武装,但是事到临头却又翻眼改口了。 土耳其军方16日作出保证,不支持叙利亚政府军的伊德里布攻势。 根据俄图一达成的关于伊德里布冲突降地区的协议,土耳其军方在叙利亚的伊德里布省构建了12个军事观察据点,并在近期被加固成小型军事基地。 在临近哈马北部续军控制区,有两个土耳其军事基地,去反对派人士德里梅城。 当地观察基地的土耳其军官告诉当地部落长老,不会有地面进攻事件发生,并强调,土耳其无意撤出伊德里布, 网空武器已经被紧急部署到土耳其的12个住序观察基地,将用于对抗直升机和固定翼战机,执行对上述地区空袭和火力支援任务的大部分是俄罗斯战机,也就是说俄罗斯战机全在瞄准范围之内,提醒土耳其小心。 别忘了俄罗斯有一架苏24M战机,被击落的球还没爆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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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